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我们在推定像这样的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工之前 必须先得请文物部门来做一次勘探 确保工地底下没有文物才可以开工 话说这一天勘探队在工地上打了几条碳钩 原本只是想看看地底下的土壤 是不是之前被人翻动过呀 结果刚打到不足两米深的时候 有眼尖的工作人员就发现 土里边有一黑乎乎的铁家伙 他们做文刊的时候 可能就布的一米乘九米的碳钩 这个无意间就发现了月 月它这个产生比较早 新时期在晚期上周时候就开始出现 它刚开始出现 它主要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权力的象征 它代表一种礼器的作用 感觉这黑乎乎的像把小斧头似的东西 竟然有这么久的年头了 而且来头还这么大 王天佑当时就想了 月这种只有高级贵族才能用的礼器 古人肯定不会随手乱扔啊 能够在这里发现它 十之八九旁边是有古墓啊 于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立即组织了一支考古队 对双原村工地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发掘 果不其然工地底下不但有古墓 而且还不止一座 那有多少呢 说出来吓你一跳 两百八十多座 大家就很高兴很兴奋了 两百多座古墓 暗组分布在面积两千多平方米的工地上 有的两座一座 有的三五座一座 还有的十多座一座 墓葬的规模有大有小 里头的陪葬品也各不相同 但是不管是豪华大墓 还是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小墓 里头的棺材都与众不同 那么怎么和与众不同呢 您来看 所有的棺木都是由整根的木材掏空之后做成的 看上去就像是一艘艘的独木船 看着这些船型的棺材 考古队员就更加兴奋了 所以说考古队员这个职业不好做 因为看见别人棺材他很兴奋 开玩笑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第一次见到啊 十五年前 也就是2000年的九月 在成都市西郊的商业街工地上 考古人员发现过一个大型的古代墓葬群 发掘出来的二十多座古墓里 也全都是这样的船型棺材 这样的发现在整个四川的考古史上 那可是破天荒头以为 过去人们只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一带 发现过这样的船棺 考古街一直都认为几千年前 中国东南有一些居住在江河边上的少数民族 因为船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所以人死了之后呢 才会把棺材做成了船的形状 别的地方是没有这样的习俗的 双原村考古队里不少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队员呢 当年都参加过商业街古墓群的发掘工作 他们很清楚那次考古发现的意义很不一般 除了是四川第一次发现船官之外呢 在纳出至少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墓群里边 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 漆器 青铜 兵器等陪葬品 而通过对这些陪葬品的研究专家最终确定 他们的主人就是神秘的古蜀国人 当然这个蜀国可不是三国演义里边 刘备 诸葛亮他们建立那个蜀汉政权 他的年头又早得多呀 据一本冷门史料《华阳国志》里边记载 早在三皇五帝时期来自青藏高原的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 就沿着敏江进入到敏山地区和成都平原 还在这块地方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之后的几千年 这个政权几经更替 但一直都统治着整个四川盆地 后人把它称之为古蜀国 用以跟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那个蜀汉政权区分开来 但是即便是对历史和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来说 这个古蜀国也显得异常之神秘 此话怎讲呢 因为古蜀国非但没有自己的史书档案流传 其他的史料里边关于他的记载也只有寥寥几句话 而且还很零散 那么这么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国 人们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发生过一些什么故事呢 长期以来后人几乎是一无所知 直到最近几十年 伴随着四川地区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 人们才慢慢的了解到了更多的东西 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三星堆遗址 1986年在四川广汉市的南兴镇 发现了一个4800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虽然不是墓葬 可是出土的器物之多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更让人吃惊的是很多出土文物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老考古 那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呀 我挑几件最出名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展示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青铜人面具 它的耳朵是竖起来的 嘴巴咧到了耳朵根 鼻子特别勾 眼睛就像是两个突出眼眶的圆柱体 整个形象那完全不像地球人呢 怪不怪 还有这个比真人还要大的铜人 不但造型怪异 而且专家还发现 它的铸造工艺远远超过了 铜时代其他地方青铜器的水平 就是用今天的技术 想铸一个这样的铜人 不容易 朋友们 四五千年前的人类文明遗址 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不少啊 可是出土的文物跟三星堆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 一直被认为是蛮荒落后之地的四川 怎么会存在这么一个独特 同时又非常发达的文明呢 甚至有人提出三星堆遗址 那不是地球人留下来的 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因为那个时代的地球人 没有这么高的文明程度啊 可是经过考古人员和历史学家的研究 他们最终确定 创造这个神秘诡异文明的 不是什么外星人 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本地人 他们同时也是成都山野街传官墓的主人 就是古蜀国人 那么这次双元村古墓群里边 也发现了传官 他们的主人会不会也是古蜀国人呢 城中村地底经现千年传官 再次掀开古蜀国的神秘面纱 一件件巧夺天宫的青铜珍品 又将透露出怎样的尘封历史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2016年考古人员在成都的双元村 发现了一个全部使用传官的大型古代墓葬群 无独有偶 在之前2000年成都商业街古墓群里边 也发现过同样的情况 而且商业街古墓群的考古研究还证明 传官的主人正是神秘的古蜀国人 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 双元村的这些传官的主人也是古蜀国人呢 考古研究当然得靠实物和证据来说话 接下来咱们就去看一看双元村的那些个古墓里边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发现 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说了 工地上一共发现了280多座古墓 说起来就是一句话 但是很显然这么多墓葬 不可能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被发掘出来的 事实上光是把这些墓找出来 就整整花了大半年时间 根据发现时间的早晚 考古队还给这些墓编了号 正式发掘的时候 考古人员发现 有很多墓之前已经被多次盗过 还有的墓呢 里边根本就没有陪葬品 直到发掘到M15号墓的时候 才有了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发现 这座墓规模不算大 但是在这个传官里边呢 考古队却清理出了11件 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里头有柳叶剑 有毛 有哥这样的兵器 也有枣子 斧子这样的生产工具 当然其中最精美的还得数这件 青铜斩 相比于顶啊边中啊 这些常见的古青铜器来说 您可能很少听到青铜斩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是一种春秋晚期 流行于南方各诸侯国的 盛饭的东西 盛饭器 相当于现在咱们家里用的 电饭包吧 这件青铜斩 使用了各种透雕和浮雕工艺 气身上还布满了 盘吃闻 讨索闻 精美程度让人惊叹不已 紧接着 在M46号墓里边又出土了 包括锂气兵器工具在内的 31件青铜器 其中一件带盖兽足顶 气形硕大保存完好 动物的文饰更是栩栩如生啊 属于难得一件的真品 而里头那些兵器的工艺水平 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啊 这是那个剑 这同格 三角圆同格 这两件同格 这两件都叫格 形质不一样 带回去 换了它这个九星墓穴 你能不能一看墓穴 墓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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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以后又把它慢慢地清洗 实验室里下来 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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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 锅断了 我回忆这个锅啊 和这个可能是这个饼 这饼在地下埋了三千多年的柳叶剑 至今还发出阵阵寒光 而这件造型复杂的青铜器 其实是一对小刀的刀鞘 刀鞘里的青铜小刀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现在还可以轻易地切开一点的报纸 还有这件青铜鸽 上面的老虎浮雕 称得上是精巧绝伦 与其说是一件兵器 倒不如说它是一件艺术品 据后来统计 整个双原村木群里边 发现的青铜器多达上千件 而且除了少部分鲤器之外 更多的是兵器和生产工具 这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上 那都是罕见的呀 这次出现的青铜器 它基本上涵盖了 我们以往所有发现的青铜器的所有种类 是吧 极大的丰富了这个青铜器的内涵 先秦时期的大墓 咱们节目里边可没少说 那些帝王墓里面青铜器的数量更多 但是大多数都是鲤器和乐器 为什么双原村的墓里边会不一样呢 这又得说回到他们的主人身上来了 在清理和修复青铜器的过程当中 考古人员在很多青铜器上都发现了相似的花纹 它们看起来好像并不光是起装饰作用的 那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 很多专家都认为啊 这不是什么花纹 这是古蜀国的原始文字呢 至于证据嘛 那就是在成都商业街古蜀国墓葬的青铜器上 也有大量类似的花纹 可惜知道今天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能够表明它们就是文字 所以考古界目前只能把这些花纹或者符号 命名为巴蜀图语 虽然人们暂时还读不懂巴蜀图语具体有什么含义 但是它们的出现跟传官一起再次有力地证明了 双原村的这个古代墓葬群和三星堆遗址 商业街墓葬群一样都是遥远而神秘的古蜀国人留下来的 那么还能不能有更大的惊喜和发现呢 考古人员风吹日晒又辛苦了好几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他们果然找到了一座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墓 在11月初我们就把154号大墓就找到了 154号大墓我们就是我们这的官网 它首先这个墓坑就比较长 墓坑就长8米3 这M154号墓不光是墓的规模超大 就连里头的棺材也比别人的要大上几号 这是一口有整段的金丝楠木之城的船关 长6.1米宽1米 整理墓室的时候 光是为了把这口特大船关的棺盖拉出墓坑 对员们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2 3 4 1 2 4 遗憾的是这座M154号大墓之前已经多次被盗墓贼光顾了 四周的墓壁上光是近代的盗洞就有好几个 原本应该放满陪葬品的墓室里早已是空空荡荡 嗡嗡作响 但是正应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 在塞满船关的淤泥里 考古队还是清理了不少的被盗墓贼遗漏的小型青铜器的 还有漆器和木器 而其中最让大家惊喜的是 船关里竟然还藏着一颗小小的青铜印章 印章那就相当于古人的身份证工作证 在古墓里要是发现了印章 墓主人姓慎名随是什么身份 基本上就一清二楚了 比如说考古人员在发掘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时候 最后就是通过墓主人官国里边的这枚白玉印章 确定墓主人是第一代海昏侯 曾经当过皇帝的刘鹤 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出了意外 怎么呢 别的古墓里陪葬的印章要么是司章 上头刻的是墓主人的名字 要么是官印刻的是墓主人生前的职位 官衔 可是M154号墓里发现的印章 上面刻的是什么呢 咱们也来看一下 印面分成了四个格子 右上和左下两个格子 那是上下两个对称的三角形 左上和右下两个格子 是五条45度角斜线组成的格子图案 这个印章上刻的根本就不是字啊 考古队还请教了国内最顶尖的古文字专家 专家们也确定 印章上刻的不是目前已知的任何一种古文字 得 想通过印章来破解墓主人的身份 那是不可能的了 为了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考古队决定把M154号大墓里的特大船棺 吊出木坑 送到实验室里边接着研究 而这一吊不要紧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赶紧这棺木底下呀 还惨的一个坑 棺材底下怎么还会有个坑呢 其实对于老考古来说 这个事倒是不算是新鲜事 先秦时期的高等级大墓 除了主墓室之外 往往还会另外再挖一个 甚至多个陪葬坑 比如说车马坑啊 但是有些大墓的陪葬坑情况不一样 他们的陪葬坑呢 就在主墓室里边 下葬之前 人们会在坑底 大概是墓主人腰下的位置 再挖一个坑 用来放置各种陪葬品 这种特殊的陪葬坑 就被称之为腰坑 一般来说腰坑里放的 那都是墓主人生前最为钟爱的东西 那么M154号大墓的 腰坑里会藏了一点什么宝贝呢 豪华大墓的腰坑里 为何会陪葬整套的厨房用具 一个传说中的王朝 能否由此浮出水面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在发掘M154号大墓的时候 考古人员在船棺的底下 意外发现了一个腰坑 这个坑因为被压在巨大船棺的底下 这盗墓贼肯定是发现不了了 那么这个腰坑里边还能留下什么宝贝呢 坑里满满当当的一共放着6件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至于它们都是什么 接下来我得花点时间来专门给您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观众可能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说不出来 那么这一件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 没错 这是青铜鼎 不过根据专家的考证 它不是用来祭祀的礼器 而属于生活用具 用来煮肉的 这是一锅呀 那么这件呢叫否 是用来装酒的器具 这两件看起来比较简单 它们分别叫做盆和仪 当年都是用来盛水的器具 而这两件不但东西复杂 它们的名字也很复杂 上面这个叫做赠 下面这个叫利 赠和利组合在一起呢 又有另外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盐 那么盐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大概就相当于今天咱们厨房里用的蒸锅吧 其实现在也有的地方 方言里边叫蒸饭的那个锅呢 也叫饭赠 就这个赠 那么说到这儿 你肯定也听出来了 回过味来了 这腰坑里藏的这些东西 什么宝贝啊 那不就是厨具吧 锅碗瓢盆呢 刚刚你还介绍了 这个什么先秦墓葬的腰坑里边 放的一般都是墓主人生前最钟爱的物品 难道说这个M154号大墓的主人 他生前是一厨子吗 不然怎么会在腰坑里陪葬一整套厨房用具呢 当然这开玩笑啊 光看大墓的规模呢 这墓主人绝对是一个高等级的贵族 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可是一个大贵族 又怎么会把一套锅碗瓢盆当成挚爱的宝贝 连去阴间也要带在自己身边呢 这个问题 听起来很难理解 但是考古人员很快还真就解开了这个谜团 在对船官王的清理过程当中 考古人员还清理出了一些尸骸碎片 这些黑乎乎的碎骨头 还有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牙齿 在咱们一般人眼里呢 那肯定是也看不出什么门道的 可是到了行家眼里边 这些骨头确实会说话的 这个M154保存有它的右侧的盆骨 因为男女性有这种生育功能的差别 所以说它的这个骨骼形态呢 会跟男性有一些差异 那么通常来讲 就是女性的盆骨呢会比较宽一些 除了盆骨和这个颈骨骨骨以外 我们能看到上肢右侧的饶骨 还有左侧的宫骨 这个是左侧的宫骨 在这个位置 还有左侧的肩胛骨 还有右侧的锁骨 还有右侧的锁骨 这些呢从骨骼发育来讲 也是比较纤细的 比较弱 也更多的倾向于女性的特征 大体上就能判断出 这应当是一个女性的个体 我们还发现了它的下颌 下颌上面附带有六颗 它的这种牙齿 那么从这个鸠齿的牙齿 这个魔号使用来看 就是是属于一个魔号偏轻的一个状态 魔号偏轻的一个状态 我们对照我们这种鉴定标准 我们大体上认为 它的魔号呢 在二级偏重 几乎快到三级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综合判定 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个体的这个死亡年龄 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 确定了M154号大幕主任的性别和年龄 腰坑里那些看似不合常理的陪葬品 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大幕主人身份很高贵 比如说她是一位年轻的王妃 她不用像老百姓那样 为生计而劳作奔波 又很热爱生活 她是个吃货呀 每天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烹饪各种各样的美食 自然她接触的最多的东西 就是各种厨具了 可惜的是 这位王妃才20多岁 就香消玉云 为了让她在另外一个世界 依旧还能够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家人就把那些精美的厨具 作为最重要的陪葬品 放在了她尸体下的腰坑里 那么这样的推测 您听着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了 这个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想象各种故事 而是让大家了解来自古代的各种信息 那么双元村的这批古墓葬 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信息呢 首先 她和之前已经发现过的广汉三星堆遗址 成都商业街古墓群金沙遗址一起 证明了 从五千年前到战国晚期 在四川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存在 这就是古蜀国 这个文明不仅丝毫不落后于中原文明 在青铜器的铸造等等很多方面 甚至于还远远超过了中原各国 从宝敦三一堆金沙到我们清北江这批墨藏的发现 构建了一个四千五百年这么一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区域的文化是繁荣的 我们的古代这片土地的古蜀邪名是曾经缔造了辉煌 但是专家在研究双原村古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时候 又发现有一部分青铜器和陶器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青铜牟和尖底盒 还有这件青铜腰带钩 明显带着中原文明的特征 跟其他的蜀国青铜器不一样 我们发现有多种外来有三境地区的 有楚文化因素的 还有北方草原一些地区的一些器物 这些器物的存在改变了考古界过去的一个看法 很多专家过去都认为 古蜀国之所以不为后人所知 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偏僻的四川盆地里边 自己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不跟别的国家来往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错的 古蜀国并非与世隔绝 也相反他们和周边甚至北方少数民族 都有大量的贸易和交往 而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 古蜀国和边上几个邻居 比如说西北边的秦国 东边的楚国 还有被楚人从湖北一带赶进四川盆地的八国 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为了生存 古蜀国人不得不把他们高明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 用在各种兵器的打造上 于是我们就能从双元存古墓的陪葬器里 看到那么多公益惊人的青铜兵器 蜀人和蜀人交战 都达到蜀山下到江汉平原 但是比定蜀和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 所以我们在战柜早期里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 约早我们看到这个蜀文化的因素 就越浓厚 对了 通过对双元存古墓的众多传观的研究 专家们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大约三千年前左右 古蜀国正是开明王朝的统治时期 而当时的成都平原跟现在的环境还不太一样 这里湖泊众多 河网密布 是一个西部水乡 船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里的人去世以后 跟东南的某些部族一样 死后以船为官 形成了奇特的船观葬所 那么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呢 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但是包括双元存古墓群在内的四川古蜀国遗存考古和研究 却一直还在进行之中 比如说三星堆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一个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 为什么会没有文字流传下来 那些神秘的巴蜀图语 那颗让人看不懂的青铜印章 我们该怎样着手去解读呢 还有太多太多的民团 等着考古人员去破解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遥远而神秘的古巴蜀文明 它们都是华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与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